现代意义上的门当户对 不是那些说臣服的 你家干什么 我家干什么 一个现在物质享受的泥潭当中 一个是要追求一点精神世界的享受 这怎么可能凑到一起呢 那我说到这儿呢 有的朋友说 哎呀老梁 你说这有点残酷 照你这么说 婚姻起不成了 拿出算盘 噼里啪啦打一通 两边球的平衡 就弄一块去了 你说的还真没趣 爱情和婚姻不是一回事 爱情是突发的 呼加加火就着起来了 可是他着的快 他往往灭的也快 他尝不了 就那种特别炙烈的爱情 不可能维持一辈子 他终究会转化成一种平平淡淡的东西 那么婚姻 恰恰就是这种平淡形式的一种延长 所以这一点就决定了 在生活形态当中 婚姻是平淡的 爱情是火热的 如果你要想在婚姻里边 始终寻找火热的爱情 那你基本上会失望 你看有一个人讲那么一个笑话 就说你怎么区分 这是两口子 还是谈恋爱的 是结婚的 还没结婚的 你看他俩在这个餐厅里吃饭 一男一女 吃完饭之后 他往外走 这女的走急点了 砰 一脑子创玻璃门上 哎呦 创疼了 捂着头 这时候这男的过来 哎呀宝贝啊 你咋别疼啊 我给你揉揉什么 这准事还没结婚 说结婚什么样呢 砰 创玻璃门上 这男的过来指着他一瞪眼 你瞎呀 你不看点 这是两口子 当然这个笑话有一点极端 但却把我们生活当中啊 这个婚姻状态的常态 他提醒 就是婚姻本身就是平淡的 而且婚姻呢 它和爱情不一样在哪呢 两人相爱 可以什么条件都没有 对眼 一见钟情 这就够了 所以有人说这叫爱情至上 它可以打破一切世俗的这种束缚 可是婚姻不行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却是两个家庭 甚至两个家族的事 所以婚姻里头呢 它必须要满足两个人一种基础的需要 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块待一阵 我们是要过一辈子 那过一辈子 我就得把一辈子一些现实的东西 挪到婚姻考量当中 你看 我们叫搞对象 可真正走进婚姻有个词 叫择偶 选择的择 配偶的偶 择是什么 挑 拣 琢磨 对比 考核 这才叫择 那用什么考核呢 咱们做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婚姻呢 就是一杆秤 咱就三成吧 两边咱们做过实验子 两头是砝码 这是一杆秤 这杆秤上呢 这边男方 这边女方 那么怎么衡量呢 我举几个简单例子 你看 婚姻这杆秤在这的 假如说这是男方 这是女方 男方呢 往上一搁 我呀 身高一米八 你看 够个了吗 女方 我长得挺漂亮 啊 天平平衡了 这男方再往上添 我呀 身体健康 积极向上 女方加一个 我温柔贤惠 嫌妻两母 哎 又平衡了 这男方讲 我家里头挺有钱 有房有车 这女方说 我家里挺有知识 我爸是大学教授 哎 又平衡了 这男方说 我现在啊 是副处级 隔两年可能正处副厅 我上去了 这女方说 我现在指称啊 是讲师 隔两年副教授教授 我也有知识 有社会地位 所以其实你考察两个人 能不能走进婚姻 就是这些砝码 不断在两边里加的基础 加来加去呢 大致平衡 哪怕谁高点低点 无所谓 但是你要这样 那可不行 那么这是一种正向的 你敢称思维 怎么能让它平衡 还有逆向呢 逆向就是什么呢 挑双方条件不咋地的地方 进行平衡 这个怎么比呢 我再举个例子 婚姻是一敢称 在这放着呢 女方跟男方衡量 女方呢 穿螺圈腿 男方说 那我有点那把字 你看 这又平衡了 女方啊 我家里头很困难 这男方说 我母亲卧床不起 你看 一个有病 一个穷 这也平衡了 像这样的方式 这叫逆向的一种平衡 双方得琢磨这个 逆向 这个女方 她是说 我呀 长得不够漂亮 岁数换有点偏大 男方是家一块 我是第二婚 还带个孩子 逆向 她也是这样平衡 如果双方的条件 这个好到这儿了 这是差到这儿了 俩人一般 全部是要走不到一块 所以我说 这个爱情和婚姻不一样 婚姻它是一杆秤 它是双方 各种社会因素 综合衡量的结果 这个衡量 它不同于恋爱 你看我对眼 我看你对眼就完了 真走进婚姻了 那爹妈都得参与 咱们有的父母 平常你看 说别人家孩子 哎呀 爱情至上 有了爱 这个世界上都如何如何 这轮到自个孩子 你觉得下不了那决心 咱们为什么有个说法 叫账不良推高房价呢 都会给你消息的 这当妈的心疼闺女 我孩子跟你 我不能遭罪 不能受苦啊 你要达到什么标准 你才能把我姑娘取走 你看 这就是现实当中我们的考量 而且我们在这个网站上 有过一个调查 就说这个爱情 你是就自个做主 完全不请爹妈的 最后幸福的结果多 还是你自个做主也同意了 爹妈也帮你交也同意了 这个多 最后发现 父母帮助你选择配偶的 这种幸福的概率要更大 为啥 年轻人家二十多岁的时候 难免有忙 他可能对未来看的不那么准 可是父母是过来人 他可能看的比较准 而且这种比较准的 有时候能穿透子女的那种盲目心态 封建社会 男人是天 一纸修书 就可将发妻抛弃 妻出三不出 归动了不带修妻的条件 它到底是压迫女性 还是保护弱势 咱们说男权社会 女的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咱们说 这老爷们也太凶了 说修妻一纸修书 就把女人撵走了 那女人怎么不能说修丈夫呢 因此有人说 封建礼教 压迫女性 其实你要仔细了解一下 过去男人 关于离婚这方面 你就知道 好像是歧视女同志 其实倒是保护了女人 过去封建社会怎么说呢 叫七出三不出 就说有七种情况下 男人可以把女人修走 把老婆修走 修妻 有三种情况下 你不能修 这个七出 里边呢 怎么规定的呢 淫者出 道者出 度者出 有恶机者出 多严者出 不顺公婆者出 无子私者出 你看看这七样 我说 第一个 淫者出 你背着丈夫 跟小白脸在一块混 这哥的现在 你不得离婚呢 对爱情不忠 对婚姻不忠 所以这个男人修妻 没啥说来吧 淫者出 道者出 偷丈夫家东西 给娘家送去 你不管怎么顺 你偷人家财物 只要这个财物的所有权 不是你的 你比方把老公公的东西偷走了 给自个爹送去 你这也算盗窃 不顺公婆者出 我们都是不孝顺公公婆婆 这道德也不允许 从这点来说 把你修走了 他有一定道理 多严者出 就是你话多 挑拨离间 过去都大价 一股两股三股的 大旁头 二旁头 三旁头 各个兄弟姐妹 轴的什么的 都在一块 那么如果你这个 当媳妇的挑拨 人家兄弟之间关系 挑拨跟父母亲的关系 你这不是破坏和谐家庭 所以多严者出 有恶机者出 指的什么呢 你这女的患上传染病了 什么鼠疫 天花 非典艾滋癌 什么的 反正恶性传染疾病 那你在家里头 我这一家也活不了 那对不起 我只能把你修了 所以你看七处里头 有合理 对有不合理 可不都是不合理的 它有一些 你别忘了 这七种情况 你可以修自个儿老婆 但不是这七种情况以外的 你就不能修 它这潜台词等于这个 那么三不出 更是保护你 哪三不出呢 非常有道理 第一个 与福三年丧者不能出 就算公公婆婆有一个没了 你跟着丈夫守孝 守了三年 过去守完三年孝 你可以进祖坟了 说白了 你就这家人了 你是这家人 你怎么能黏我呢 这是强调家族的身份地位 第二个 叫先贫贱后富贵者不能出 就是原先呢 两口子日子过得非常穷 到后来发达了 只要有这种情况 无论什么情况 你不能修它 这就是说呢 贫贱之交不可忘 遭康之期不下场 人家给你家做个贡献 你这时候再修了 人到中年了 也有地位了 想换个小的 这能行吗 这是不可以的 第三点是最具人性化的 叫由所取无所归者不能修 我娶你的时候 你这娘家有人 你或者有哥哥 妈都在什么的 结果你进我门来呢 可能就犯了那七出了 我要修你 可是我修你说发现呢 你娘家人死没了 没回去地方 回不去了 所以无论你怎么犯七出 这时候我都不能修你 所以你看这个三不出 它其实也是高度的人性化